這個11月,對股民而言,好像發了一場惡夢一樣,原本想著認購螞蟻集團新股。 可以找回多少去幫補一下,誰知螞蟻集團上市可以臨上門失拖,被內地叫停,搞到一場歡喜一場空,繼而是內地已加強金融科技監管,再加上全球新冠肺炎亦蓄面細現曙光,一路受惠於疫下經濟差爆概念的科技股。 頓由被追捧便被拋售的對象,之前上足子彈助中科技股,等螞蟻上市的股民一旦走不及,這一刻成首貨自然好閉藝,以阿里巴巴零九九八八為例,股價由高位五十二周高位三百零九點四港元,回落至周三,十一日低位二百四十八點四元,累跌以接近百分之二十,市值以蒸發二千九百三十八億元。 資金如此棒打落水狗?推測有以下四大原因。首先,螞蟻以超高估值上市的計劃落空,由於監管趨嚴,經營環境轉變,相信即使他日捲土重來,估值要大打折扣,阿里的股價要調整,事在所難免。 第二,螞蟻上市捉照,全民與阿里創辦人馬雲一番話有關,若然真是禍從口中得罪方丈,看怕有排煩,所謂民不與富鬥,富不與官鬥,尤其中國市場,資金最怕惹是非,一於走圍上著站被封頭。 第三,官方統一口徑說金融科技企業已發展到極大的規模。若監管未到位,與銀行造成不公平競爭,威脅到金融系統穩定,故需動手完善監管,以未科企發展露露亨通的好日子已成過去。 未來發展不會是坦逃,大雨霸變成原罪。現在科技股的超樂觀股值得作出修正,作為龍頭企業的阿里,自然不會有例外。 第四,官中央結算系統數據顯示,存放在美資券商、花旗銀行的阿里股份倉位突然急增約12億股。市值講緊超過3000億。 持貨者將這批阿里股份全倉,可能性至少有兩個。一是部署沽貨套現,二是隨時可以借貨給人沽空,這兩個都不是好消息。 今轉淡有狂發力做淡阿里,顯然並非無的放始,好料,禁到底阿里股價跌到什麼位才會停,走勢上。 以高位計,理論上跌百分之十五,即262元左右應該有支持。 但周三已失守。若短線無法從上該位,即是還未調整完。 未來上落區好可能會下移至230至250元水平,若以高位計打七五折。 剛好亦在232元左右。當然,這些僅供參考,未必說就會準確見到這些位。 但總括而言,短線沉底之旅未完事大概率的事。若想低級,看定點不用急著流貨,想沽貨套現的。 成如上述所言,短線反彈上不回260元流上,又無打算長期作戰的。就別再錯失機會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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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